大家好,我是魔法创作师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厨房里各种各样的厨具都有 一般上用完以后,都会清理干净 但是其中有一种厨房用具 常常清洗厨具的时候,都会被我们忽略掉 那就是锅盖啊 锅盖家家户户都有吧 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 每天煮粥、煲汤、做菜都会用到它 但是我们发现啊 锅盖用久了之后 上面就会有一层厚厚的油渍污垢 特别的难清洁 看起来十分的脏 让人非常隔音 今天就来教大家几招 简单快速的 去除锅盖上面厚重的油垢、污渍 并且整个过程中 不用一滴洗洁产品 第一招清理锅盖前 先让大家看看 这个锅盖缝隙里的污垢啊 好的,大家看看 希望大家看得清楚 锅盖的缝隙里 是不是有很多的污垢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肮脏呢 而且这些污垢已经长期的残留 已经发黑了 大量的细菌已经在这里滋生 看起来非常的不卫生 希望大家看得清楚啊 好的要清理锅盖 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锅盖 牙膏还有牙刷 首先把牙膏涂抹在锅盖上 然后用牙刷沾一点水 来回刷洗啊 然后用水把它洗干净 最后呢 用不把它抹干就可以了 大家看看 锅盖上的污垢 都被牙刷刷出来了 牙刷上充满了锅盖的污垢啊 牙刷可以伸入锅盖的缝隙里 把锅盖缝隙里的污垢 全部清洗干净 加上牙膏 牙膏本身具有杀菌和去污的效果 还有打磨的功效 可以有效地把锅盖清洗干净啊 我们选择用牙膏 是因为清洗的过程中 牙膏比较容易清洗掉 不会有残留的情况 这样子清洗起来锅盖 会更加地清洁干净 污垢和油污 就不会重新残留在锅盖的缝隙里了 建议大家不要用洗碗液来清洗 因为洗碗液清洗后的油污 容易重新残留在缝隙里 如果没有彻底用水清洗干净 又会导致污垢重新残留啊 第二招 首先我们用我们的手 沾取少量的温水 用温水轻轻地弹在咱们的锅盖表面 外面轻轻地弹上水珠后 咱们把锅盖翻一面 里面也像刚才一样 用手指轻轻地弹一点点水 在上面即可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 增加咱们锅盖上面的湿度 有利于接下来的操作 让这些水珠 在上面保持五秒钟的时间 接下来 我们准备一点点家里面的面粉 过期的面粉 不能吃的面粉 那样更好 就不会引起任何的浪费了 我们将面粉放在手上 用手均匀地撒在我们的锅盖上 先从锅盖的里面清洁起 如果你个人习惯的话 也可以从锅盖的外面先来清洁 均匀地撒上面粉之后 我们用手指轻轻地在面粉上面涂抹 来回涂抹的过程中 咱们的面粉 就会和咱们的锅盖 产生一个比较强的摩擦力 再加上 我们之前 往锅盖上面弹了一点点的水 这样的话 这个摩擦力就会更强了 而我们的面粉 不仅可以用来蒸包子 馒头 它还具有很强的吸附性 像吸油啊 吸杂质啊都特别的厉害 加了水之后 这种的吸附性就变得更强了 我们把用手指来摩擦 换成用百截布来摩擦 这样百截布和锅盖之间 产生的接触面积 就会要大一些 这样锅盖被清洁起来 会更加省湿 我们用百截布 沿着锅的边缘处 轻轻地这样擦 可以看到 被咱们面粉扫过的地方 锅盖上面的油渍 都已经不见了 而这个时候 锅盖里面的面粉 也变成了这种 比较粗的颗粒状 说明咱们的面粉和水 已经完全地融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用手 轻轻地晃动锅盖 这些面粉 就会集合在一起 现在我们把这个面粉 倒出来就可以了 锅盖里层被清洁好之后 现在我们把锅盖扣在案板上 现在来清洁锅盖表面上面的油渍 油垢也用手指先弹取少部分的水 在锅盖的表面 同样准备一小勺干面粉 将干面粉均匀地撒在锅盖的表面 和之前一样 既可以用手将面粉涂抹开 也可以用咱们的百截布 哪里脏就抹哪里 越脏的地方 我们就多涂抹几次 来回地多擦一擦 在擦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发现 锅盖表面的油渍 就被面粉轻轻松松地吸附下来了 被我们用手擦过的地方 都变得非常地干净 锅盖整个表面上都被我们搓擦干净 之后最麻烦的就是 锅盖边缘的这些缝隙里面 这些缝隙里面的油渍是最难清洁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找一个废旧的就牙刷 沿着边缘处轻轻地刷一刷 一边刷一边旋转 一边把锅上面多余的面粉 推到锅的边缘处 继续用刷子来回刷 利用刷子以及面粉 将我们锅盖边缘处的 这些油渍 污垢 以及一些杂质充分地清洁出来 每个地方全部都刷到之后 现在我们把锅盖提起来 将锅盖表面的面粉残留 倒进垃圾桶里面 接着用拧干水分的湿毛巾 将表面的面粉残留全部擦干净 一般情况下擦上两次 用十亿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完全擦好了 我们擦的时候可以先擦里面 里面这一层擦干净后 我们将锅盖的表面也来擦一擦 因为现在咱们锅盖的表面 还有一些面粉残留 所以说就算把锅盖里面擦干净了 从外面依然看不见 因此要看到咱们锅盖本来的样子 那么需要把里里外外的面粉残留 全部擦干净 才能看到 为了让我们的锅盖上面不留下水渍 最后一次擦的时候 我们尽量用完全干的毛巾来擦 用干毛巾来擦就丝滑了许多 可以看到 现在咱们锅盖本来的面目 就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哇 是不是透亮无比呢 简简单单的几分钟时间 咱们刚才又脏又油的锅盖 现在就变得焕然一新了 这个时候的锅盖又多干净了 说360度无死角都不为过 我们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 只需要用一点面粉 就可以让我们油油腻腻的锅盖 变得洁净如新 可以看到上面非常的亮 是不是都可以当镜子了 一点油渍污垢都没有 特别干净 如果不是看到我亲自这样实践的话 相信很多朋友都不会相信 原来只需要撒一点面粉 咱们油腻腻的锅盖 就能变得洁净如新 像新买回来的时候的样子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 所以说啊 如果你家里面的锅盖特别油腻 不好清洁 清洁完之后 上面还留下大量的水子污垢 那么不妨试一试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清洁锅盖的方式吧 绝对让你受益匪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分享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 每天呢 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